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位自杀死亡个案 自杀防治中心呼吁 有自杀倾向的人容易情绪低落 受到影响 所以媒体在报道自杀的新闻 不应该放大处理 自杀事件不断 不少媒体报道可以描述事件的当事人与经过 甚至将血淋淋的画面播出 其实这样的新闻都可能导致有自杀倾向的人 情绪不稳甚至发生悲剧 自杀防治中心呼吁 针对自杀新闻事件的报道 媒体应该尽可能站在关怀与帮助的角色 我们媒体如何可以报道 新闻事件的时候比较简化原因 而可以报道那些危险因子 我们跟专家讨论 我们互相可以共同合作 共同把一个自杀事件 他的警讯报告出来 而且可以提醒或告知民众 我们要如何预防 过去国内自杀死亡率高 成位列十大死因 然而近年自杀死亡率 已经连续六年 维持在十大死因的排名之外 然而国内去年的自杀人口 来到了三千六百七十五人 和前年相比增加了一百三十三人 自杀率有成长趋势 再看看自杀发生的年龄成高峰 以十五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 和超过七十五岁的老年人最高 其中又以老年人的自杀人口最高 约二到三倍 在这个年底之前 所有我们关怀的 这个年龄成重大的精神的 这个个案 要再去仿视一次 同时再做一次的自杀的评估 卫福部表示其实自杀可以提前预防 只要发现情绪极度不稳 服用不明的药物 或是睡眠习惯改变 都有可能是潜在自杀倾向者的特征 亲朋好友应该主动了解关心 或通报社福单位介入 避免自杀事件再发生 记者黄立委 陈昌伟 台北报道